王仪 相会 使徒行传21章1到26节 正道 谈柯志明教授 王仪说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许多次的相逢 跟第一次见面的圣徒相会 不知道你们常常有没有这样的感受 有的时候我跟一位信徒见面从来没有见过 第一次见到他 有可能之前在网上认识 通过电话或者怎么样 有可能根本不认识 可是常常那一种见面 有一种你知道你是在跟家里的人相见 虽然你跟他按人来说完全的陌生 就是第一次见面 可是那一种相会 就有一点好像贾宝玉见到林黛玉的时候说 这个妹妹我以前见过的 这个兄弟这个姐妹是在耶稣基督里的 虽是第一次见面 又不像第一次见面 好像是理所当然就应该是认识的 理所当然就应该是弟兄和姐妹 因为我们是一主一信一喜 甚至有的时候是不同种族的弟兄 对吧 见到一位国外的基督徒 甚至连语言都不完全的通 可是仍然有一种亲密感 这是多么美好的 这样子的相聚 我上一次到台湾的时候 特别去台中探访一位 柯志明老师 去看望他 我们在一起分享了很多 我们都很敞开 看到上帝对我们这几年 对我们各自的带领 甚至我们里面 上帝给我们的托付 以及我们今天的属灵的状态 我们对教会的观察 忧虑 我们个人生命当中的软弱 后来 我们谈论了很多个小时 结束的时候 柯志明老师突然说了一句话 我们这是第几次见面呢 后来想起来 这只是我们第二次见面 第一次见面 是三年前我去拜访他 我们在一起 有很深的交流 然后 这其实是第二次 去拜访他 我们在一起 也有很深的交流 我们真的是有一种 心心相应 柯志明老师说 我在台湾 我的身边从来没有人 这么的理解我 我所思想的 我的任性跟你完全的一致 在上帝里面 我们的托付 我们一些的目标 是何等的彼此的安慰和激励 但不过 我们只是第二次见面而已 所以 在信仰当中 这样的经历 这样的一种关系 这样的一种情感 真的是上帝赐给我们 非常美好的情感 2020年12月9日 脸书上 柯志明老师写道 兄弟 2018年12月9日 你被抓捕 至今关押已满两年 两年来 全然没有关乎你明确的音讯 有一些传言 但都无法确定 真假虚实 对你的审判 定罪 判刑 都秘密进行 外人无从得知 你真正关在什么地方 没人知道 你的妻儿何在 没人知道 这一切 都没有公开可信的讯息 这就是一个吹嘘自己 是人民民主专政的 法治共产党国家的典型作为 你已落在这帮人手中 无能对抗 只能任其所为 他们是什么人 做过什么事 对自己的家人 乡人 师长 朋友 同胞 国人 如何残暴邪恶 时有名债 铁证如山 无可辩驳 不止他们如此 举世的共产党国 皆如此 杀人如麻 残暴如魔 据说 意大利女记者 弗利奇 曾于1980年左右 问他们的首脑 文化大革命究竟死了多少人 他得意洋洋的回答说 文化大革命真正死了多少人 那可是天文数字 永远都无法估算的数字 有学者试着估算 这帮人在20世纪 大约斗死了 六五零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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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中国人 你看 这究竟是一个 怎么样专门斗争屠杀 自己人的黑帮 他们是魔鬼的子孙 撒旦的仆役 说谎与杀人 出乎他们的天性 我相信为了打击基督信仰 为了斗争基督教会 他们会伤害你与利用你 伤害你的身体 你的心理 你的人格 你的名声 你的地位 利用你来欺骗教会 分化教会 制造教会对立 激起教会内部斗争 然后在旁边坐收渔翁礼 这是他们的拿手绝活 一向如此 不是吗 直到今天 他们都一直在说谎诈骗 不停地在残害人 杀人 危害世界 持续地攻击上帝的儿女 与基督教会 想方设法解放 以上帝之名所建立的国家 但他们 终必失败 终必陷入自己的网络 终必受上帝严厉审判 终必招上帝报应 万军之耶和华上帝 必亲自对付他们 追讨他们流人血 以及残害世人的 每一项罪行 上帝也必审判那些 稳身在教会里 替这帮残暴的黑帮 效劳地为基督徒 与假先知 爱主 又爱你们的姊妹林璐 为你们著书 讲说你们信主得救的故事 记录你们如何开始成都的 秋雨之福教会 以及秋雨教会的成长茁壮 我想 这书是暂时的回忆 因为关乎基督在秋雨教会的救恩故事 还在进行尚未完结 在世人看来 2018年12月9日后 这教会似乎以花果凋零 但麦子虽掉入土里死了 终将生出许多子力来 并避皆时累累 十倍 百倍 千倍 万倍 千千万万倍 愿万王之王 万主之主的父上帝 与你同在 保护你 救你脱离他们的手 愿主赐你出死入生的力量 胜过他们的诈骗 谎言 威胁 恐吓与伤害 愿你成为教会的活见证 见证福音是上帝拯救的大能 见证基督救恩的浩大无边 见证真理如何胜过谎言 见证光明如何驱赶黑暗 见证上帝的公义如何审判人的罪恶 见证生命如何 见证生命如何胜过死亡 兄弟 一切都尚未结束 都仍在展开中 主的日子尚未临到 但他必来 并不迟延 笔筒 2018年5月9日 王怡送我一个竹字笔筒 上面刻了八个字 穷德建恩 因信称义 有一天 我读王怡的书 才发现原来出处是 柯志明老师 用四个汉字 表达了福音 与一切宗教 特别是与如道士文化的迥义 我很喜欢这四个字 穷德建恩 因为福音的实质和前提 就是道德的破产 信心需要承认自我的破灭 再加上四个字 福音的奥秘 即穷德建恩 因信称义 刻在竹字笔筒上 改为这四个字 穷德建恩 记信称义 确实 穷德建恩 是我的一篇文章的标题 已收录在我的书 《爱的伦理》里 这书 我有送给王怡 2017年 我初次去成都 王怡送给我一个笔筒 他说把我的穷德建恩 刻在上边 实在感动 王怡可以说 是我在中国最亲密 最知心的弟兄 王怡很敬重我 我很爱王怡 佩服王怡 大约2012年左右 王怡来台湾 主动来拜访我 那时我还不认识王怡 后来又来了一次 我们又见面畅谈 王怡一直邀我到成都秋雨讲课 但我都没答应 直到2017年 改教500周年 他请我去讲座 我第一次到成都 也第一次到中国 待了一周 2018年暑假 又去了一次秋雨 年底 12月 他就被抓 秋雨被践踏了 我很想念 王怡及蒋荣 苏雅 愿主守护他们一家 免于灾害 王怡2017年出版 福音的政变 请我帮他写序 我本推辞 但他说 我若不写 他就不再请他人写 于是我帮他写了序 他送了我这本书 他很需要真正的主内朋友 能认识王怡与蒋荣 知心的主内朋友 实在高兴 说不出的感动 感谢主的安排 你坐在他们家的沙发那里 我也曾坐在那里 我收到您相证的大座 秋雨卖力 谢谢 我会好好拜读您的大座 已近三年 没有王怡的音讯 不知道 他在中国共产党的监狱里 如何被对待 身心灵情况如何 信心又如何 也不知道他的内人 蒋荣师母 及儿子 苏亚如何 2018年7月底 我从成都 秋雨教会回来后 王怡 在成都建立牧养的 秋雨教会 很快就被中国共产党 拆解分散 同工多人 被以煽动 颠覆国家政权罪的罪名 抓捕 入狱 王怡 是其中之一 我与王怡 至交 相知 相惜 但见面次数不多 相处最久 是2017年 以及2018年 两个夏天 那是我仅有的 两次中国行 都是为了王怡 及 秋雨教会 两次夏天 都因他 圣邀前往 秋雨教会讲座 第一次 适逢宗教 改革500周年 分别在成都 停留一周左右 也都在 讲完主日正道后 匆忙 赶着去机场 飞回台湾 因为王怡 坚持一定 我要正完道后 才能离开 每次 从成都回来后 身体 都非常疲累 但心里 却充满 极大的喜乐 与感动 与其说 我去那里服侍 不如说 我去被他们激励 对我而言 王怡被关 以及 秋雨教会 被拆解的原因 很简单 因为他反对 中国共产党 由其领导人 自视为 当被全中国人 包括基督徒 膜拜的上帝 反对 中国共产党 自视为 可以独裁 统治基督教会的主 即反对 中国共产党 集权 限制人民 自由地相信 敬拜 追随 思想 传讲 耶稣基督 及其福音 王怡 对中国共产党的批判 与抵制 是王怡 忠于主 耶稣基督 及其福音真理的 必然结果 除非王怡放弃 或不忠于基督信仰 否则他必不可能 不批判 抵制 甚至对抗 信奉马克思 之无神唯物论的 中国共产党 对立的根源 在于宗教信仰与思想 而不在于政治权利 与意识形态 我不知道上帝 在历史中 隐秘难测的旨意 因而不知道 为什么上帝 竟容许如此邪恶败坏的 政治势力 统治中国 甚至世界 而让 他的儿女与教会 承受如此巨大的灾难 当我知道上帝 要我尽心 尽性 尽意 尽力爱他 专心敬拜 侍奉他 而不可有 别的上帝 我也知道 上帝一切的作为 都出于 他对自己 儿女 子民的爱 并让万事 互相效力 好就爱他的人 都能得益处 因此 我相信上帝 必定 以极其隐秘 难知 深的智慧 延续 且守护他的 儿女 子民与教会 以深不可测的权能 实现 他在基督里的 应许与旨意 我相信 历史也可见证 正如所有 人间政权组织 枪杆子 出政权的共产党 绝对不是上帝的对手 无神论 这的监狱 必被上帝用来 培植 他最为勇敢 忠贞之信徒 与仆人的学校 好在 共产党灭亡之后 他的教会 依然能存留健在 而且 生生不息 Ignath Lipp 神父 这位前共产党员 在苏联的亲身观察 与建政 我不禁对 每个乡间 仍存在着神父 感到惊疑 那么多年来 报章 每天刊登着 一些神父 因进行 反革命宣传 而被捕的消息 我向 许多无神论 宣传者 寻求对 此问题的答案 他们给我的回答 通常 是含糊 七词的 我慢慢地 收集各种资料 才领悟到 苏联的基督教 神志人员 心火相传 不断的方式 在整个大苏联境内的 监牢或劳改营里 观着许多的神父 甚至主教 他们在那里 仍然不停地宣讲福音 甚至比在他们 原来的教堂里工作 更为努力 这是因为 殉道的感情 给予他们 更多的勇气 他们不能 如常地做弥撒 但却可安静地祈祷 并教导他们的同伴 如何在不幸中 向上帝祈求 求得慰藉 与心灵上的安宁 经常可见到一些农民 因无法交出 指定数量的小麦或肉类 或因宁可杀死 自己的小牛 而不愿把它 交给集体农庄 而被下放至劳改营 他们在监牢里 接受了坚实的宗教培养 等几年出狱后 他们被授予神职 接替那些已经牺牲 或被放逐的神父的工作 我从许多方面证实 有几千个圣职受任礼 和几十个主教 祝圣仪式 在苏维埃的监狱里举行 我对宗教知识 并没有兴趣 但这些俄罗斯教会的事迹 不禁叫我有种 肃然起敬之感 陈医壮毅 2003年 古往今来 从旧约到新约 监狱从来都阻挡不了 上帝的灵 关不住上帝儿女仆人 对上帝的爱 与忠诚信仰 毁灭不了上帝的子民 与教会 Ignath Leep的认识 与评论是对的 共产党之邪恶本质 不只在于其领导人的 残暴不仁 更在于其否定上帝 永恒 真理 人性尊严 等一切超越性 之无神唯物论信仰 因此 他本质上 全不同于所有的 专制独裁政权 包括恶名昭彰的 德国纳粹 Ignath Leep说 尽管德国的集中营 与苏联的劳改营 表面上是多么的相似 但却有完全不同的目的 纳粹 乃刻意贬义 他们境内的竞争者 犹太人 及其他被认为低等的种族 而在苏联和其他共产国家的劳改营 与自发的效忠和思想上的服从一样 乃源自马克思的唯物论的行而上学 有如项树从项力长出 共产主义也可能结束劳改营制度 甚至停止起诉所谓的叛徒和间谍 只要国家的利益要求这样做 但这时共产主义还是忠实于他自己 反之 如果共产主义通过尊重人的尊严 而停止贬义人性 那他就是自己否定自己 无此判断力的人或群体 即无法洞见共产党之恶 也即无法从根对抗共产党 任何政党都一样 包括被中国共产党打败 逃来台湾的中国国民党 以及好像最想对抗 今日强大共产中国的台湾执政之民主进步党 如果基督徒竟然没有这种洞见 还对共产党有任何幻想 那么他也就不配称为基督徒 至少是不及格又浮浅的基督徒 不幸太多人与基督徒都没有这种思想判断力 最应有此判断力的台湾人 与台湾基督徒也没有 当然 许多中国基督徒也一样 只任由盲目的民族国家爱恨情绪 百步左右 从信仰思想的本质上看 共产党只视人为全然物质的生物 只视人为生产劳动 阶级斗争 革命解放的工具 与机器 而没有不变的本质 没有永恒的价值 没有不可随意冒犯的尊严 没有不可任意剥夺的权利 或生或死 都是物质现象 实属自然 不足为奇 因此 无论共产党如何高举人民 民族 文化 国家 科学 艺术 平等 自由 民主等等 并以之为名 星阁建设 国家甚至因此强大兴盛 人民因此富足享乐 但这一切最终都无永恒意义 都只是这个物质宇宙历史中 生生灭灭 变化不定的物质现象 因此 不止王仪 而是任何一个忠诚于耶稣基督 及其福音真理的基督徒 都必定根本反对 马克思的无神为物共产主义 以及他的种种思想变种 因为这是两种本质 截然对立的宗教信仰 对 你没听错 两种宗教信仰 一个人不可能侍奉两个主 因此 一个人不可能相信耶稣基督 又信奉那信奉无神 唯物 论 共产主义的共产党 信守遵从耶稣基督 叫人因信称义 重生得救 彼此相爱的福音真理 又奉行共产党 共产党无穷无尽的暴力阶级斗争 以及武装解放革命 历史观之 无神为物论共产党是源自欧洲基督教文明之反基督教信仰的暗黑产物 因而 唯独真正的基督信仰 才能根本认识 并对付共产党 也因而真正的基督徒 必定不会信奉 听从 遵行 肯定 赞美共产党 即便他外表看来如何富丽 华美 强大 其歌声如何迷人动听 其言语如何扣人心弦 今天 是古神州汉文化民间习俗的中秋节 我恳请上帝 保守王仪的身心灵皆平安 兼顾他的信心 在狱中见证他的救恩 并让他能在监狱里 于狱外的妻儿共残捐 并祈祷 所有被监禁捆绑的 上帝忠仆 与主内弟兄姐妹们 能快快在天父的家里团圆 共享永恒之福 与天父同乐 2021 9月 21日 中秋节 感谢主赐基督里的情谊 一粒埋子 他若不落在地里饲料 不论过了多少时候 他仍旧是他自己 他若愿意 让自己被掩埋被涌进 就必接触许多自立 经历生命的奇迹 一粒埋子 他若不落在地里饲料 不论过了多少时候 他仍旧是他自己 他若愿意 让自己被掩埋被拥挤 就必接触许多自立 经历生命的奇迹 祝我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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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自己像种子落在地里 世上生命必烦的生命 祝我愿意 祝我愿意 放下自以为赢得的权利 在我身上成就你之意 一粒埋子 他若不落在地里饲料 不论过了多少时候 他仍旧是他自己 他若愿意 让自己被掩埋被涌进 就必接触许多自立 经历生命的奇迹 祝我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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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自己像种子落在地里 世上生命必烦的生命 祝我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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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下自以为赢得的权利 在我身上成就你之意 祝我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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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